连日来,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到美国领馆避难事件持续发酵 有传媒曝光,曾经带领大批人马前往成都 越境抓捕王立军的重庆市长黄岐帆,最近突然出现在北京 外界分析认为,黄岐帆到北京应该是向中共高层交代追解王立军的内幕 下面请看本台记者的报道 民间智库人士王志刚在新浪微博发文透露 10号晚间,他在北京首都机场碰见重庆市长黄岐帆 看样子,表情凝重的市长是来经办事的,急着回去 香港《明报》分析说,黄岐帆此行是向北京交代跨境追捷王立军的内情 另外,重庆方面曾经私自公布王立军接受休假式治疗 中共高层也要了解重庆的意图 在此之前,有消息说,王立军2月6号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寻求庇护 重庆市长黄岐帆当天带领大批人马包围领馆 要求美方交出王立军 第二天,病户被拒的王立军被北京派来的国安部高官直接押往北京 在此过程中,重庆警方还与国安人员发生争执 据说中共高层对于重庆私自跨境进入四川省异地执法要人 十分恼火,高层问责,到底是谁下的命令 消息人士透露,王立军进入美领馆之前 已经受到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严密监视 最后他以做身体检查为借口,乔装换车逃离重庆 最近推特上有人爆出王立军逃往美领馆全过程 其中谈到王立军化妆成老太太逃走 以及美国驻华大使洛嘉辉介入等细节 对王立军避难被拒,美国乔治美森大学教授张天亮博士认为 美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 对犯下人权迫害罪行的中共官员不可能提供政治庇护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负责人汪志远也指出 王立军不可能得到任何外国领事馆的政治庇护 因为他早就已经因残酷迫害法轮功而被追查国际立案追查 汪志远介绍说 王立军自99年以来就极力配合中共迫害法轮功 即明慧网不完全统计 2009年重庆就有188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18人被非法判刑 76人被非法劳教 5人被投入精神病院迫害 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此外,王立军还涉嫌参与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 据一位警州武警举报 他曾经亲眼看到两名军医给一位30多岁的女法轮功学员火摘器官 当时的警州公安局长王立军对他们下达死命令 对法轮功学员要赶尽杀绝 他还建立了中共警察系统第一个现场经理研究中心 那什么是现场经理研究 就是对于那些执行 或者摘取器官 或者注射药品 或者摘取器官 等等方面的 这方面的研究 所以我们做账务的情况 看啊 王立军对法轮功学员 也许超级人的想象 大陆意义作家杜岛斌也指出 王立军在公安系统内急速升迁的这段时间 正好和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时间相吻合 河南商报报道 河南省最近出台新规定 要求今后省辖市市委书记出访 徐书面先向省委书记请假 这一新规定是否和王立军逃往美领馆避难有关 目前还无法确认 新唐人记者 长春李谦 萧宇采访报道